上次你失了手 这回 弄死个娘们儿 应该不成问题吧 谢谢大家 冯秀 你先回去 晚上在家接应睡觉 好了 这次我不希望你攻守回来 好 立刻给 濱隋涂家保安司令部发报 是 濱隋涂家保安司令部侯专员军舰 据可靠警报 现已查明 朴代江军区小分队 出现在老叶岭夹坯沟一带 虽武器精良 但人数仅约三十至四十人 我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他打掉 第一阶段 国军进攻临江市的部队 一度被共军包围 但在国军增援部队奋勇突击下 击破共军围困 成功突围 而临江周围战况 也随之平息 目前 临江仍旧为共军占据 报告 进来 报告 刚收到签面佛电讯 兵随土家保安司令部 侯专员军舰 据可靠情报 现已查明 牡丹江军区特别小分队 出现在老叶岭夹坯沟一带 虽装备精良 但人数仅约三十至四十人 估计其针对目标 应该是奶头山和威护山 建议将共军此小分队情报 通告奶头山和威护山 及雷霆之力 给予权力打击 物坚灭之 已决我年关暴动之隐患 切 切 切面佛 好 仅仅三十余人 如此单薄的兵力 却像剿灭奶头山和威护山的 山头武装 侯专员 看来共军的主力 是被东北矫总 全都牵制到临江战役上去了 可以肯定 共军在牡丹江 没有什么兵力了 千面佛 过于小心了 千面佛让我们通知各个山头 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被共党都消灭了呀 侯专员放心 官他们长在奶头山帮着调整部队 由他做镇指挥 徐大马帮三百多人的部队 队垒不足于他十分之一的共军小分队 那应该是稳操胜券吧 共军的兵力如此薄弱 怎么能够低预料 我们在牡丹江的联合行动呢 看来 这对我们即将执行的年关暴动 是个大好消息呀 把共产党赶出东北 指日可待了 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杯 干杯 进 来 二人三 你做的 还挺像 做的干吗使啊 糊弄小孩呗 红孩儿 总是张罗着跟我要把枪 我老是放 这不看见军美英同志想起这事呢 赶紧给他做一把 那鞋呢 也是给他的 对啊 这个 差个鞋底呢 再缝完一层就行了 你还真挺用心啊 找我有事啊 唐哥他们一直也没有什么消息 我也挺担心的 心里一直五级六寿的 是 我也担心 所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表然这么点 你看这枪也做得了 咱俩去趟贫通协会 把这个交给你解 看他什么时候回牡丹江的时候 烧回去 给红孩儿 敢坐这儿着急不是也着急吗 走走走走 来 曾董寨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说咱俩都走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担心战士们应付不来 那 那行吧 我去了 走 同志们 同志们 我们现在 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要趁热打铁 要鼓励大家实事求是的 比自己的 什么东西 大胆地 揭发冯老六的问题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再找他单独谈一谈 争取让他 有一个好的态度 配合我们的涂改工作 好好好 邓科 邓科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没有 我同意级队长的意见 那既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今天就先到这儿 早点回去休息 好 邓科 你先等等 早点休息啊 徐队长 你也别太累 早点回去休息 要不然我叫两个民兵 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和邓科还有点事情 一会儿我俩搭伴走 你们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路上慢点啊 牺牌 我们先去陈大娘娘 然后再去跟头老弟娘 好 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啊 我有吗 你看我哪儿不推进啊 你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 早晨回来一身酒气 整个人一天都精神恍惚的 是不是因为昨天我批评你了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都过去了 还是心里有个的 如果我话说中了 我向你道歉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等等 你昨天晚上 到底在哪儿睡的 又在哪儿喝的酒 不愿意说 行 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追问了 我相信 我要说什么 你应该都明白 下部为例吧 是 谢谢 禅副队长 走 子荣同志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倒杯水吧 不用 不用 我来想给你验验货 给哄孩儿的吧 手艺真不错 反正打完仗啊 应该饿不死了 还有一个惊喜 但是现在还没完工 什么呀 站住 大方 追 大方 追 大方 大方 联平 联平 快救救他们呀 已经不行了 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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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老三 到铁儿东 梁愁自卖大烟 到铁儿东 一辈子无忧而 生良的女儿 产权的小妞 为年方 一世无话许了 谁当你要互动 谁当你要互动 老爷 唱得还挺美 二厘三 早点休息吧 我没事 大方和彦平的遗体 走完都好了 大家都赶快回去休息吧 都忙了一夜啊 二厘三 杨会长 我请求处分我 是我保卫不当造成的 云西大哥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不是 杨会长 如果我能考虑得周到夕 我能亲自送他们回到住地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刺杀的都是女同志 子龙同志 我觉得他们这次来有几重目的 第一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的目标是军美英同志 我刚才好好看了看那两位同志的伤口 和之前刺杀二零三时 高波还有那两位受伤同志的情况很相像 刑刺的方法 伤口的深度和长度 也都几乎一致 能在夜里 这么短的时间 一刀封后 一定是训练有所 我同意杨外长的看法 我同意杨外长的看法 上次是我 这次是我姐 二零三 他们的思路应该是 上次是小分队队长 这次是土改工作队队长 没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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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这小子让我好顿找 这许鱼长还带着呢 够他喝一壶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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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哪去了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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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讲家去你 哎呀我天哪呀 哎呀我呀 哎呀我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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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褲奶的啊 你当尿裤的 还给我放枪 不敢不敢 我大军我错大军 快去大军 大军我知错了大军 谁大军 快走 不不不 那老同志 同志 你误会了 哎 快把枪放下 好好说 哎 我是牡丹江军分区老二团的侦察员 执行任务来了 哎呀 老二团呢 哎哎 如假保护啊 还来执行任务来了 对 执行什么任务啊 好好说 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你先回去 我过去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 回来 我让你走了吗 执行任务不着急 先跟我回去 别抓我别抓我 走走走 跟你回去跟你回去 还不行吗行 向后转 向后转干啥呀 让你向后转向后转 好 走 快 勇气同志啊 哎 建议昨天晚上发生的刺杀事件 我们得加强护卫工作了 大家得紧张起来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首先要保护我们 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们的人身安全 你说是不是 于副队长 我知道了 你 冯老六 你向这儿干啥的了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个你 你跟同志们交代一下护卫工作 我去跟他说 好 徐勇 去吧 冯老六 冯老六 我不是告诉你吗 该找你的时候 我会主动去找你 没找你的时候 不要到 到这儿来 听说昨晚晚上你们这儿出事了 死了两个女工作队员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我哪有这身手 有你们那个女队长吗 没有 冯老六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好 赶快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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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你吵醒了 我怎么睡你这儿了呀 菊大姐 你醒了 昨天我看你又难过又累的 靠在床头就睡着了 我扶你躺下的时候 你可能都不太知道 又辛苦你了 我得走了 菊大姐 吃个多事再走吧 不用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 大家肯定都人心惶惶的 我得赶快去看看 这样 我找人送你 不用 昨天一晚上 小分队和民兵同志们 一定都没睡好 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菊大姐 现在你的处境很危险 杨派长分析的队 那些刺客就是冲着你来的 只是他们不知道 你这个女队长长什么样子而已 小白哥 小白哥 菊大姐 快去看看二零三吧 怎么了 他这一早上不吃不喝的 我一摸他发烧了 我去看看 关门 小波 这么疼 快别急了 快躺下 姐 我没事 你们都有那么多事要忙的 就赶快去忙吧 别在这儿跟我一起耗着了 快去吧 你是有急有气 找不到熏泄口 一急之下一股火上来 听话啊 现在躺下来 让小白哥给你吃一片药 打伸一针 好好睡一觉一会就好了 你要是这么熬着 把肺烧坏了 谁都管不了你了 姐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哪有什么心思 你别让姐着急好不好啊 快听话 趕快躺下 一切都会好的 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心里都有数 你放心吧 少监波同志 我这怎么能是安慰你呢 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你现在 不仅是剿匪特战小分队的指挥员 更是加皮购 这些穷乎百姓的主心骨 你是我的精神支柱 更是我唯一的亲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都不许你倒下 明白了吗 为了 二零三 局大姐说得对 先把药吃了吧 姐 你放心 只要狡匪任务没有完成 我少监波 就绝对不会倒下 白若 药给我 驾 驾 来了 这是什么呀这是 来了 来了 谁呀 照啥 虎彪 快点 把这下来 不是挂好了 好了 把这 谁呀 谁呀这是 快下来 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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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放下 放 走走走走 虎彦 你把他吃点东西 打电话 您怎么下来了 咋呢 不 行啊 行 行 我真是觉着我这小庙里 融不下你这么大的神仙 别废话 弄点吃的去 好 谭查的 谭查的 来 来 来 弄点吃的 对 二零三 您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二零三 你睡了一天 白如姐陪了你一天 来 我看看 你怎么样了 没事了 这烧还没全退呢 还说没事了 张嘴 干吗呀 大点 嗓子都化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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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药吃了 这么多啊 你把药吃了 你吃了药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你先把药吃了 我再告诉你 吃了 快说 什么好消息 刘勋苍回来了 刘勋苍回来了 真的呀 那 那他有没有带人回来 那不带人回来 那叫好消息吗 真是好消息 走了 二零三 对了 谢谢你照顾我 谢谢你为我吃药 谢谢这个大好消息 还有一车没打呢 你早去早回 二零三 穿衣服 那小子突然给我来个手闷的 转身就跑 我就在后面追啊 吹成响 他掏出一把箱 回尘啪就给我来的一枪 我就顺势在地上一打会儿 抄起个木棒 我说啪这一下子 没打着 卡了块能没打着吗 这不是啥呀 我一下就给他撂倒了 我三步冰过两步 我跑到身边 一把吼住他 你猜他说啥 是 别打我 别打我 自己人 我是老二团的 他反正都挺快呀 真的呀 哈哥 二零三 二零三 知道你病了 就没关系跟你汇报 听说得带个人回来 我病 都好了一大半了 这小子 都成治你病的偏方了 行了 别说了 咱们教授子龙同志 好好会会他 走 是 喝点暖暖身材 来 喝 胡言 你真是一勾人胆大呀 现在凡是跟这些穷棒子 有点过激的人 他躲都来不及呢 你却一个人只身跑这家被狗 佩服 佩服呀 胡言 现在这家被狗到处都是共产党的病啊 我 我问就不该问的话 您是准备 长期住我这儿还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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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那个 吓死你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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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我的东西 找着我就走 找不着我就接着找 你帮我打听打听 啥东西啊 大马帮 屋里的 我干啥呀 叫二蛤蛤蛤 叫二蛤蛤蛤 吃 延浸 给我进来吃 进来吃 不好吃 不知道啊 眼镜说好吃 不好吃收拾他 眼镜你听着吗 不好吃我弄你 收拾你 行啊 行 去再得试试 唐哥 那家伙什么特点 胆小 小滑 怕死 最重要的一点啊 那家伙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老二团的侦察员 有点意思 报告 进来吧 收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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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许名 调战仪 听说 你是老二团的侦察员是吧 报告收拾啊 老二团侦察牌侦察员 调战仪向你报道 老二团的侦察员 你怎么回事你 抓了半天 抓了一个自己同志 我看你这想想检查 想被关禁闭 别别别别 同志对不起 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行 原谅你了 对不起 原谅你了 原谅你了 要不是人家刁同志给你求情 处分你 这儿 消消消气 消消气 没事了 坐坐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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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侦察牌是归哪一级领导管理啊 那还用问吗 团参谋长吗 那这么说 你应该跟团参谋长很熟吧 哎呀 那何止是熟啊 我跟团参谋长 那败把子哥们 哎 明明那天啊 上午跟老二团去 啊 回头的 我跟参谋长说一说 起码给你 弄个营长啊 团副啥的等啊 比咱这穷战高的强多了 哎呀 那以后 我们就得靠你了 哎 小事 鸾景玉谁啊 鸾平 鸾景玉 鸾景玉 胖点 别 别闹 哎 别动 哎呀 哎呀 你看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个出来化妆侦掌呀 有一段时间了 啊 这个沙医生的这些人呢 我基本上都认识 这次我来呢 主要就是跟他打听点消息 打听着啥消息了 送给谁啊 送给共党啊 等会儿 共党 对 共党 我这个长期啊搞这个潜伏工作啊 这说话都有点儿随他们了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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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鸾平到底是干啥的 是这样啊 那个我们首长说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呢 就该问的呢一定要问到 不该问的话呢 就是或者是危险的呢 就不要问了 明白 这个雕同志做潜伏工作也很辛苦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么难 你也都熟 咱们一向都是这样 绝对不会随便地抓一个好人 当然 也不能轻易地放过一个坏人 没错没错 是吧 对 所以呢 你看 鸾平 我们跟他也不熟 也不认识 不正好你跟他认识吗 对 你替我们审认他 我 我审 看看能不能从嘴里撬出点啥来 这 这 这符合承诺 那有啥不符合的 你跟老二团团参谋长 都拜把兄弟嘛 是 是 他倒是 有问题吗 没有你 没有你 保证省好 瞧瞧瞧 雕同志这觉悟多高 把小陆一样带过来吧 是 跟他说有一个老朋友 要跟他唠唠 好 雕同志 我们呢 也不打扰你工作 我们先回避一下 你们除去啊 是 是 好好 别客气吧 上座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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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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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睡啊 好好睡 坐下 怎么样 好吃吗 我听得我听得我 有洞里面 那小子弹气呢 这都今天 能听吗 坐 坐 雕同志 人给你带来了 刁猴头 闭嘴 刁战衣你 闭嘴 你俩出去 你俩 你俩出去吧 但是我们得保证 人犯和首长的安全 放心吧 我这老侦察员了 他跑不了 他也查不了我 来 站住 站住 等等 你 让他坐下 坐下 你小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来 你得配合我 罗平 罗阮景玉 今天 见着我很意外吧 真是很意外啊 这么说 你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了 原来我也略自一二啊 这么说 你知道我是共党的摊子了 你到底想让我配合啥呀 能不能别跟我俩兜圈子 哥 我得先自保 我才能保你 有察觉 啊 啊 文明 咱俩呢 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啊 你那身份呢 我也值了 所以你呢 我希望你坦白通过 知道吗 我争取 我争取 那你想想 你自己都有什么事 赶紧给我坦白交代 要不然我就插死你 我的妈呀 叼口头 就你这满嘴唇点的 你还冒重侦察员呢 哥 你别管怎么样 他们现在信我 我现在就是老二团的侦察员 我的妈呀 成龙 想的怎么样 我可没那么多耐心 我还在想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告诉你 别耍花样 要不然我他妈毙了你 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 啊 哥 哥 哥 你又想见机会报我 不是不是 行行行 给老子他妈惹急了 老子他妈把你那点老底撑 我给你解法 哥你 哥 你想想你现在这处境 你去 这丁拔脸跟我说了 说许大马邦让你下山找联络图 有一段日子了 你这这么多日子没回去 许旅长都急眼了 那联络图找着没有了 我找着咋的 我没找着又咋的呀 不是 哥 我知道你想私吞那个联络图 然后卖一个大价钱 但是啊 现在各个大山头都成这联络图呢 你想想你多危险哪 我的妈呀 吊猴头啊 你个跑山的小崽子 你连债门都没有资格进 你还知道联络图 知道吗 我以为你就知道大眼哪 这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对哥 你好好琢磨琢磨 回头儿咱俩 论平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真实审问 你就是一个情报的犯子 你说 你除了把情报告诉我以外 还告诉谁了 这除了跟你 平时也没谁了呀 我就是以小炉匠为生 哥 联络图是找不着了 他在哪儿呢 他在哪儿呢 他平常告诉你啊 什么话他别干的 哎呦呢 我按前马后的 我平时帮了你不少忙 怎么的 你现在 这不说你拿着联络图以后想自己发财 你咱俩咱们也得搁这一半 你给我点甜头也行啊 你嘞 凭啥呀 凭啥 就凭共党信我 我告诉你别骂了 我现在都能让他们一枪毙劲你 你说你是许大马帮子联络副官的 我告诉你 即使共党放过你一命 我回去以后跟丁拔了眼儿说 你私吞联络图 你信不信许大马帮子 那帮子也给你脑袋削碎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跟我一起把这联络图卖了 回头得了钱以后 我溜 你撕 不是 我撕 你溜 听不 差不多了 咱们过去吧 今天 终于可以把他们面具给撕开了 走 不错了 走了 我看你像个溜 王苗 王景玉 你想得怎么样了 这小子游言不尽啊 我要跟你玩文的不行 我就是跟你玩文的 是不是 行了 今天你也累了 调从这儿 要不然先到这儿 是 是 是有点累了 但是我见发 他是许大马帮手底 跑山的崽子 他叫调战医 外号雕头 他根本不是共产党 好 好 好